當然是很好啦 因為不是我一個人贏 我代表的是基層大多數民眾的心聲 還有我在議會在政治上這麼多好友 他們大家共同的期待 那我是有點意外 因為我這個手機我不小心 不曉得怎麼搞去按到飛航模式 所以早上尤其到那個十點要揭曉的那段時間都靜悄悄的 那我想說哇靜悄悄那可能就是輸了 所以我就也沒有抱多大的期望 所以我是真的很意外 不過這個我覺得這一次初選的勝出 是另外一個重責大任的開始 我在宜君議員這麼多天的陪伴之下 那麼我們在掃接的過程中看到我們地方上很多的需求 尤其是看到一個苦難的大地 就社子島那個慘狀 包括我跟宜君我們的本命區大同區 所以我們這個吳水長 那還在這邊被對地方造成很大的污染跟惡錯來源 這些都是我們看到的 在我們的大同士林選區 藉由這一次參選的過程 我們更直接面對面很深刻的去理解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以及這個問題拖延了這二十幾年之久 所造成的傷害之大 所以我個人認為是一個重責大任的開始 因為我必須要趕快再努力 一方面在收集我自己選區 集成民眾各種的心聲 二方面我必須好好的打贏這場大選 而且這場大選也必須來幫助我們的總統候選人 在清德能夠贏得大選勝利 這一次參選過程其實 大概是我所有歷經這麼多次參選 還有幫別人助選之下我看過 可以說最艱鉅 也讓我看到最難過的一面 我看到了邪惡 但是我也看到善良 我看到的善良就是 我看到我的好同事 陳怡君 陳實惠 民事中 還有我們其他區的議員 像洪建毅 劉耀仁 吳佩毅 張文傑 他們對我伸出援手 尤其是陳怡君還有陳實惠 他們在我最混沌迷茫的時候 我本來想退出的時候 他們不但對我伸出援手 而且在最後民調前這一個禮拜 像陳怡君議員他陪我掃街 掃了一整個禮拜 那這三天又遇到大雨 所以他幾乎每天都跟我淋成落湯雞 我是還好我這野獸淋雨 這本來就應當 可是他美女還願意犧牲 還有陳實惠議員也是 像昨天攀陀大雨 陳怡君 陳實惠議員 上午下午都陪著我 甚至怡君還最後陪我到晚上 我們在民調開始前 在六點多之前 哇 那時候雨勢正大 所以我這一次初選的過程 我看到了邪惡 但是我更看到了善良 所以善良的這一面 讓我覺得我應該要奮戰下去 我男子漢大丈夫 怎麼可以因為一點點 小小的挫折我就畏懼 所以我不但會繼續戰鬥下去 而且我相信 我在這麼多善良的好朋友 他們的益助之下 我認為我非常可能會戰勝大選這一局 您剛剛說要跟邪惡 但是如果想要戰勝這一局 接下來勢必要跟合作人 那邊做整合 你對這個有信心嗎 我有信心 而且我相信 他們也會基於我們民進黨 那麼好的一個傳統 就是敗者退出 而且來支持勝利的一方 那我想就是說我們民進黨 也是我們全國民眾 最希望看到的一點 所以我相信他們會很有風度的 接受我的勝利 我相信他們也會祝福我 兩方有聯絡了嗎 到剛剛民調結果出來到現在 有通過電話或是跟對方對方說話嗎 抱歉我不曉得 因為我手機上面 我現在太多 大概有100折以上吧 包括簡訊留言 也會接來聽可能超過100折 所以我 我等一下先撤出那個飛航 我現在有這麼多 所以我看了才知道 我不曉得他有沒有打給我 但是我還沒打給他 我還沒有跟他退出朋友 我等一下找一下 對我應該 這是基本禮貌嘛 即便是競爭的對手 也應該互相尊重 那我一定是尊重何志偉委員 那麼我一定會撥電話 那麼跟他做一個溝通 我大概最初步的規劃是 我在我出生長大的大同區 我非常了解大同區遇到的苦難 那士林區尤其社子跟社之道 就是我同小 因為我父親過去 曾經在那裡經營鐵工廠 所以我們跟當地有一些了解 但是沒想到說 幾十年下來 他們還維持那個慘況 而且我認為慘不忍睹 這是宜君議員也會幫助我 我們協助我們 我們會來了解 我們選區內 從我們大同區現在遇到 像這幾天連續掃接的結果 你看我每次經過我們烏烏水場 不同時段 就會有不同的味道發出 那也就是那個 要解決 我在講短期內最徹底的方法 就是把我們烏烏水場 塗糞食的這一部分 一定要把它移轉到 更適合的地方 沒有人居住的地方才可以 如果從我們的衛生下水道管線來的 那是幫整個台北市 做一個處理 做一個去化 這我們大同區 我們可以忍受 但是如果是用水肥車載的這些水肥分辨而來的這些 這麼幾十年了 二三十年了 我覺得這狀況早就應該改善 那我跟宜君議員 我們好多議員 本來在議會 我們就多方催促 那曾如果跟大家報告的 我們發現 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 不是單獨在台北市議會 單獨台北市政府 可以處理可以解決的 因為那個牽涉到 要移轉過去地方土地的問題 那包括預算的問題 那個不是我們台北市議會 台北市政府 單獨可以解決處理的 而遺留在那個地方 只是更增加我們大同區所受到的破壞 那比方說 我們士林區社子島的開發 那麼好不容易 環評也都通過了 那開發辦法 社子島的民眾也完全接受 就是低密度生態社子島的開發計畫 但是為什麼還延宕這麼久 還繼續在拖延 每一天都在傷害社子島的民眾 傷害社子島這個地方 同時間接的也傷害了周圍 包括我們社子地區 葡萄賭地區 那從而也讓我們整個台北市蒙羞 所以這些都是我要積極深入去瞭解 到底原因是什麼 竟然還有人 他們組織了各式各樣的不同的組織 到處在放話 到處在反對 我真不懂 這背後是不是有相關的利益團體 因為低密度開發 生態社子島低密度開發 說低密度三個字 那妨礙了多少人的利益 是這個原因 但是要不然我們正直的台北市民 我們苦難的社子島民 大家都已經接受現在我們要開發的情況 那學者專家環評也都通過了 為什麼還辭職不開發 我認為除了這些抗議者 背後是不是有利益團體作稅以外 我認為我們政府也要付出相當大的責任 政府應該該做該為的就做 那不應該被少數製造出來的 這種幻象來阻擋 所以我會在一群議員 十位議員林思中議員 我們好多議會同事的幫忙之下 我會加速趕快在我們選區內 再整合大家各式各樣不同的意見跟看法 從而讓我能夠在大選 那麼我如果勝選之後 我一定很積極的來做 我絕對不會放任我們士林區大同區 繼續受苦受難 當然除了這個以外 如果我能夠見到立法院 其實我們國家社會 現在遇到很多的問題 包括國家資源的分配 財政經濟的發展 司法正義的平反 那這些都是需要我們立法院去推動去監督 那在這一點 我如果有榮幸能夠再一次進到立法院 我的做法 我的戰鬥力會更堅強 我意識會更堅定 我絕對不可能放任這些沒有效率的事情 或者放任利益團體在背後作祟 這些我都不接受 我參選的口號其實很簡單 您要的正義王世堅做得到 有王世堅民意不再脆弱 官僚不敢怠惰 所以我相信在一群議員 實惠議員 林世忠議員 我議會這麼多 議員同仁的幫助之下 我非常有信心 我能夠打贏 明年一月的立法委員大選 有什麼參選 正義打敗邪惡 你怎麼看說你已經開始獲勝的時候 好像整個團隊都靜悄悄 你就是好像是由一群議員來帶發財通 是不是一群議員 這邊有分力來做個什麼樣的溝通 所以才讓你決定要出來受嗎 對 因為我 我在禮拜天的時候 四天前吧 我那天因為奢侈島媽祖要遶境 那是重大的一個地方的大事 那在那之前 我上午先去看我父母親 因為我那幾天受到那種毀滅式的汙蔑 所以我超向跟我父母親報告 說我其實 我不曉得怎麼會遇到這樣的困境 因為本來我來參與政治 我就是希望說 能夠我們家三代 那為我們台灣的本土化民主化所做的一些貢獻 那麼我希望在我能夠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但是沒想到最後會是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是很難過 我本來是想那就 就回來下午遶境就結束吧 那尤其遶境的時候 遶境開始前嘛 那麼我不會使用手機 我又發生小狀況 那人家要跟我加好朋友 那麼又就是 我覺得那個不好 那其實那件事我簡單說明一下 黃成郭先生打電話給我 因為長年以來 他都幫助我們民進黨 從中央到地方 我們參與宗教的事務活動 都是由他來介紹引見 當天他打電話 通話不到一分鐘 他就是來提醒我說 黃世堅 今天社子黨 有這麼重大的一個媽祖遶境 那你知不知道你有沒有去 所以他簡單這樣告訴我 我也跟他說 哎唷 有 那 宜泉議員 指揮議員 市中議員都有跟我講 我待會兒會去 然後他跟我說 那邊有昆天亭 威靈廟 那要走到葫蘆寺 就這麼簡單的一個對話 就這樣 但沒想到說 那 我善意的跟人家交朋友 但是遇到那個情況被公布出來 所以我再一次跟大家說明後 就 黃政鴻先生完全是 那麼 很 誠懇的 很義務的 來協助我 那所以 我造成他的困擾 我很難過 尤其最讓我難過的是 宜泉議員 他很勇敢的站出來幫我掃街 結果 他也被污衊 污衊成很難堪 其實余君議員這一次幫我 是因為 陳余青 他是非常面究習情的 十六年前 余君議員 學校剛畢業 所以 他來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到立法院 到我服務處 兩個地方都去幫我忙 幫了我一年之久 那這一點 我們 後來 因為 總總原因 後來因為我跟他同選區 參選議員 我們也都 沒再提起 但是在關鍵時候 宜泉議員 就站出來 因為他很念舊 很習情 因為 畢竟 過去 我跟他有過 這麼一段 共識的緣分 那余君議員的父母親更是 我們是兩代的好朋友 他父親在世的時候 幫我介紹好多 辭職會 社團 企業界的朋友 他們也給我很多的贊助 他母親更不用講 他母親在地方六屆的議員 大家可以去問問他母親的為人主事 他母親就是地方的媽祖婆 那麼 只因為他們幫我 結果就被污名化 我覺得這個是對人格的毀滅 這一點我是蠻難過的 所以我很在意 那 所以我再一次 感謝我這一次 有余君議員 那麼 慈惠議員 林世忠議員 還有 洪建議 劉耀仁 胡佩議 張文傑 許家綺議員 他們都站出來 還有我們議會 有黨的幾位議員也是 像 林真宇 黃慶明 張志豪他們 那 他們也都遇到我都有鼓勵 所以我在想這一次 欸 我 當天要退我 現在想起來 我如果對我是真的會很對不起他們 還好 沒有 還好 沒有 我在這一次初選 我看見了善良 我看見了善良的 這麼多的 黃氏 憲哥總 看說這次是被解讀成 因戲 贏過 請 賴戲 其實 其實我想 我們 我跟對手 我們兩個當事人都很清楚 黃世堅 在政治這二三十年 黃世堅沒有參與過任何的派系 但是 從其量 黃世堅 就是一個派系 最小的派系 黃世堅 堅戲 就我一個人 那 這 我想是政治上的同事們 戰友們 他們都曉得的是嘛 所以 我不認為說 這一次是 因戲跟 那一戲 什麼對決 完全不是 而且 蔡英文總統 也已經 很多次都表明了 他是全力 支持 賴清德 來在這一次 總統大選 那麼 他全心全力 支援 賴總統 所以沒有所謂的 因戲跟賴戲的 對決 沒有 如果有派系的對決的話 那 因戲完全挺賴戲 所以我希望說 被挺的人 他們要能夠感念這一點 我王世堅被挺 所以我很感念 幫助我的人 相對的 總統的大選 被挺的人 挺的派系 他們也應該要感念這一點 不要再去區分 說人家 別的戲 支持誰 那跟你對抗 完全沒有 蔡總統追求的很清楚 就是歷史定位 對於蔡總統而言 他當了兩任八年的總統 他追求的就是他的歷史定位 他的歷史定位已經很清楚 就是要幫助賴清德 能夠延續綠色的執政 所以這一次 我能夠勝出 完全跟哪一戲 對哪一戲 完全無關 善良性贏了 因為我問一下 因為這一次勝出的這個民調結果 是贏過2點多 他不到3點 誰能被解讀說是險勝 你自己選 對 要看解讀是什麼樣 不過 能夠勝出就好 其實中間有什麼波折 大概 大概就過去了吧 那您怎麼看 就是因為你當然是說 對於整合有信心 那如果是接下來 如果你跟何處委這邊 有通上電話的話 您這邊會怎麼樣 跟他摘迷古照的列額 我不曉得用什麼方法 真的 我只能說 用我的誠意 我會 跟何委員好好溝通說 這個 男子漢大丈夫 一笑敏恩仇 更何況 一開始發動的不是我 大家可以看到很清楚 那當然 我相信你不是他 那是不是他 背後有什麼樣的人 我覺得就大家到此為止 這個 上了擂台 那是自家的擂台 大家比話比話就好 不是說我上了擂台 就非得我 簽下生死狀 一定要有一個被打死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即便跟敵對黨大選的時候 大家上擂台 也不必簽生死狀 大家也只是 敵話 只是敵話 不過國民黨的人選還沒有出 會不會擔心說 為了還是一場提名戰 當然不敢國民黨或其他黨 他們提名哪一位人選 當然這大選絕對是一場苦戰 因為畢竟我們是跟總統大選一起的 所以事實上整個政治的大勢 才是整個決戰勝負的關鍵 那當然我一定經經夜夜 這個我絕對不能壞了這一個大選 你有信心何志偉可以跟你一校名公主嗎 我有信心 因為大家都是光明磊落的男子漢 沒有什麼說不能溝通的 而且何志偉委員年紀還輕 他來日方長 所以我想經過幾次的琢磨 我相信未來重新出現的何志偉委員 應該還會更精進 所以就只是一次的讓行而已 那您怎麼看 因為你之前就是曾經針對何志偉在那個梗圖事件提供 那接下來就是你說一校名恩仇這邊 你會主動釋出什麼 我沒有告何志偉 我沒有告何志偉 沒有 我那是針對那些梗圖 尤其那一張 那一張扯到說什麼 我跟利益團體什麼中泰花園的開發 這個說我涉入兩百億的開發案 這個我是真 這裡面我特別覺得 我王世堅在政治這二三十年後 社會很清楚 我的支持者更清楚 我能夠在政治存活這二十幾年 碰到那麼多的打擊 沒被打死 因為我王世堅不搞錢 我在政治上 我不會利用政治去搞錢 我是不搞錢的 這就是社會為什麼包容我的缺點 為什麼社會接受我 社會讓我發揮我其他的長才 讓我來做事 就是因為王世堅不搞錢 王世堅不會藉由政治去搞錢 我認為要賺錢 就去做生意嘛 我年輕的時候 我就是在做事業賺錢啊 那我認為我們人生追求的 我不是只有金錢嘛 我認為我錢夠用就好 所以我參與政治 那參與政治我不搞錢 所以不要來汙蔑我這個事情 我相信這個事情 警方一定會查個水落石出 那那樣子的廢墟 那樣子的暗示在那個地方 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見 所以我的意見跟市政府最一致 就是為了公安為了治安 為了市榮觀山 本來廢墟就應該趕快拆除 這有什麼不對呢 而且在議會 我們多數議員跟我持同樣的看法 在地的里長在地的議員都是啊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莫名其妙 很可惡齁 我再一次講不要汙蔑我王世堅 我王世堅不會藉由政治搞錢 要賺錢就去做生意 你怎麼看 你說你的意見跟市政府 你見到未來你沒辦法去當獎師 會不會有一點可惜 不會 我還會當兩次的獎師 因為我們這一年 其實立委的選舉是明年嘛 那我還有兩個會期 那會遇到蔣萬安市長 他要來做兩次的市政報告 那還有兩次的總質詢 還有其他好幾次的 比方說他預算編列報告 還有像他這會期 他有追加減預算的報告 都是面對面會遇到的 所以我相信我 我會善盡我的責任 就是蔣市長請你放心 我會把握這兩次當蔣師的機會 未來可會希望柯全習來選總統 變成柯全家 他實在是個怪物啦 沒想到他離開首都市長這個位置以後 卸下這個光環沒有這個資源 他還維持這20%的支持度 我是覺得很意外 但是也很可怕 很可怕 這表示我們社會隱隱的 有一個聲音 就是對藍綠兩個政黨 都已經 厭惡 也不耐煩了 認為說 政府應該要做更多的事 所以這一點我 我也特別注意 特別小心 因為柯文哲以前 我跟他交鎖過這八年 總是有一點經驗 我知道該怎麼來監督他 他有傳訊息給你了嗎 因為太多 我不曉得 我現在看 看不過 因為 比方說 因為這麼多 裡面 我不曉得 還有沒有 這麼多 大概還有六七十通還沒有 這麼多 我不曉得有沒有 不確定有沒有做 對 我不確定 所以我 我等一下 因為大概 我剛剛讀了大概三四十通 現在大概還有至少六七十通 我看了以後 我再跟大家做說明 但是我會 我會主動打給他 我會 這是最起碼的 我會跟他 謝謝 謝謝 抱歉 我早上沒接 我不曉得怎麼樣 進入那個 飛航模式 結果我 進入飛航模式 都沒有聲音也沒有訊息 到要公布的時候 所以我以為說 我大概是輸了 所以進朝鮮 那議員就是 高教育有跟您說 就是恭喜您 那您這部分 您會怎麼樣 還有嗎 我跟 我還沒看吧 喔 喔 對對對 喔 這都是沒有看的 對 有那個 藍檢檢好像搞出來 你看 就表示沒看 對 我還沒看我不曉得 好 我看了我在 我再打負責 好不好 我沒有什麼惡意 我對 就是因為 就這樣 沒有什麼惡意 那個藍點點 就是表示沒看 所以我不曉得 抱歉 抱歉 謝謝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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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幫忙 真的 對不起這幾天 還到我們那個 大同服務村那裡 你們來可能多少會 會有聞到那個 烏水長的味道 你看那個真的是很糟糕 我們那個北大同 像是赤本公民一樣 嗯 議員說你之後 接下來的行程 都會用太多的指導 我趕快 我加緊再把這個學 不經 要不然我就拜託怡君 他太忙了啦 要不然我就拜託他幫我 怎麼樣 跟大家聯絡 我確實不太會 謝謝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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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我很意外 我到12點以前還以為說輸了 因為我想奇怪怎麼手機靜焦焦的 你去 謝謝齁 謝謝 你都曬黑了 你明天黑了 我不曉得到怎麼多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